其实是挺敏感的 你看我这红血丝 哇 这神秘人的跑车 这是谁呀 哪个神秘人 都送了10个跑车 是在认可我这个素颜吗 是在认可我这个素颜 然后把那个美颜都关了吗 这是哪位神秘人 这神秘人的12台跑车 我这个样子都不好意思感谢 我这太丑了 都不好意思 我这不是偶像包口 是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就是我自己看着 也觉得有点丑 所以不敢做那个大动作 大表情啥的 怕你们嫌弃我 我眉毛就是没有刮 我眉毛就是野生眉 因为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刮眉毛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 不是流行那个野生眉吗 之前不是流行平眉吗 我之前就去闻眉 闻了一个毛毛虫这样 闻在这里 那现在就是野生眉 我就让它直接长起来 这样看着我觉得挺好看的 你们喜欢那种一条 我哪有40我明明50岁了 你在那把我夸年轻了 我还谢谢你 对这是野生眉 这样比较真实是吧 其实这样看着 你们是不是就看习惯了 我现在感觉离远一点也还好 因为刚刚没有 就是关掉眉眼的之前 我就看那个样子 滤镜的自己就觉得 哎呀好美 然后一关眉眼就看着好丑 但是现在你们看久了 你们在我旁边 再待个10秒一直盯着我的脸 然后看着看着你们绝对就看习惯了 然后我再开眉眼 你们就不习惯了 真的啊 人是很容易习惯一个东西的 是不是 眉毛要修的 你是不是专门修眉的 在外面啊 你在这打广告 好多闭口 你说我的痘痘是闭口吗 我这不是痘痘 我这不是痘痘啊 你看我这哪是闭口 我这是痘痘吗 我这这一圈啊 我觉得毛孔有点大 可能是晒 晒大了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 脂肪力的那种感觉 脂肪力 你们如果想要看得更清晰 好像有个切换画质 可以切换到那个圆画 就是右下角三个点点开 然后有个清晰度的选择 能看清我脸上的这个毛孔 黑头多 我黑头多吗 哪有黑头啊 没有黑头啊 不习惯化个妆吧 你慢慢就习惯了 待会就习惯了 对这是真实的我 我去拿个外卖 我去拿个外卖 等我一下 我去拿个拜拜 等我 来吃饭啰 放点声音来听听 看到自己又是被丑哭了 看到自己这样子又被丑哭了 吓死了 准备开饭了 我觉得还行 还行 也没那么丑 没那么丑 猜我吃的什么 猜猜我吃的什么 怎么在录屏 吓我一跳 你们是不是太多人在录屏了 我这都显示在录屏 他怎么自动给我录屏 是觉得我太丑吗